大家好,我是阿天 咒术回战的第二季即将开播 第二季的前半段讲的是五条物还在读书时候的故事 作为本作最有人气的角色之一 五条物从登场开始就展现了起强大的实力 而且颜值高还非常有钱 属实是本作中显而易见的天花板角色 本期视频我们就展开讲讲 五条物到底有着哪些能力 又为什么会是当代最强的术师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五条物是日本三大运龄之一 奸元道争的后代 时隔400年出现的天才 同时拥有六眼以及无下线咒术的存在 正如一些玄幻小说的主角一样 他的出生就惊动了天地 直接改变了咒术界的平衡 以他的诞生作为骑士时间点 或许是为了平衡他的实力 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 咒铃的实力也逐年增加 然后咒术高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天赋异顶的家伙 千年来逐渐平静的咒术界 因为五条物的闪亮登场重新热闹了起来 慢慢地回到了曾经咒术全盛的时期 在他横校的时候 他在黑网上的悬赏金额就达到了1亿元 当时还有咒术是以为这是一个比拼速度的悬赏 所以打算大赶一番 结果还没走到五条物的身边就被六眼给发现了 在远远地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 两人直接被响鸟从此引退江湖 直到后来五条物被封印之后才敢继续出来做了 这里便说到五条物所拥有的特异体制六眼 所谓的六眼能够非常详细地看清咒力并示意精密操作 其拥有着在五条家的历史中也是凤毛凌教的存在 即便是遮住双眼也能够像高解像度的热感仪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像是建筑物这种没有咒力的物体 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咒力残渣或者是咒力的流动来确认 举个例子 在乘坐飞机运送保护对象的时候 五条物就实现通过眼睛确认了乘客 工作人员和飞机内外的情况 确保没有诅咒师和咒力的威胁才登上飞机 而且并不是进入六眼事件范围才能够识别 即便是在远处或者身后都可以 同样是在五条物小的时候 没有意思咒力的圣埃凑热闹地走到了五条物的身后 随后便被年幼的五条物给发现了 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站在别人身后被人察觉的 这让后来圣埃对战五条物的时候变得异常警惕 运用各种手段让五条物的感官迟钝才最终偷袭成功 当然六眼的作用并不只是看穿咒力流动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看穿术实 比如在怀孕片的时候 五条物遇到了一个能制作多恶肉身的存在 在消灭了两具肉体之后 女子还在询问这些肉体哪个是事实神哪个是问题 五条物就已经将对手的咒术以及原理都说了出来 还反过来嘲讽了一句 你的术实这么厉害 真想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弱 以上再补充一点 五条物平时喜欢戴上眼罩并不是在装逼 而是因为不遮住眼睛的话 大脑会在反转术实的作用下 不断地保持新鲜与活力的状态 反而会更累 五条物所拥有的咒术 是五条家世代相传的无下线咒术 不过虽然这么说 现在真正能够使用无下线咒术的 只有五条物一人 原因很简单 这个咒术需要极其困难和缜密的操作 所以必须要依靠五条物那双稀有的六眼 所谓的无下线术是 无限的力量创造出来绝对无法侵犯的领域 在无下线的作用下 所有接近于五条物的物体 都只会接近永远的收敛 而不是真正的触碰 这个能力在五条物16岁的时候还是主动技能 在17岁时 五条物将其变成了被动 不仅是咒力的强弱从质量速度形状 也可以对物体的危险程度进行辨别 除了毒以外 能够达到全方位自动防御的效果 这个咒术又分为术式顺转逆转以及虚式 顺转术是仓 强化负极能量的无下线术式 简单点说就是形成吸引之力 五条物的术式不仅能够将运动的物体减速 甚至还能创造出产生吸引的空间 就像图中这个样子 当然威力还可以继续加大 高二时候的五条物 最大输出直接将周围一片圆环移位平地 不过因为威力巨大 所以没有办法再近距离使用 从舱中派生出了新的技能高速移动 也就是动画中将还在看电影的虎杖 带到虎宝面前的招式 这一招的速度非常快 根据描述 如果被移动中的五条物撞击 其威力相当于被翻斗车装大 普通人会瞬间死亡 接着是反转术式 咒力基本是通过负极能量的顺转来表现的 因此反转术式就是负的周力与负的周力相成 负负得正生成正的周力 负极能量偏向输出 反转之后就可以对肉体进行恢复 在无下线术式变成常态被动之后 因为术式顺转会伤脑子 所以五条物就用术式反转治愈自己的脑子 这样就可以保持涌动了 顺转术式舱是吸引之力 反转术式鹤则是反弹之力 不过比顺转舱更强大 鹤的最低输出是顺转的两倍 所以在与虎宝对战使出这一招的时候 能够看到虎宝飞出了多远的距离 最后是趋势紫 这一招哪怕是在五条家 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知道 将顺转与反转结合 通过令各种各样的无限产生冲突 从而使假象的质量轰下目标 这一招在对战特级昼灵花玉的时候 第一次出场 从远距离一击射出 将攻击范围内的一切物质目出 在后期对战速挪的时候 有队友的加持下 200%的叙事字将图中如此远距离的高楼大厦尽数毁灭 领域展开无良空处 将敌人拉至无下限的内侧 强制诸如直觉 幸好传道等各种生命活动执行无数次 对象的脑中会被灌输无限的情报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缓慢的灯死 还是拿虎宝的距离 如果是平时 虎宝在这张图上 从近到远一次看到的是 苹果 猩猩和喇叭 但在五条屋的领域内 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 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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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这样让他自己误以为什么都能看见 但并不能接受完整的信息 按照漫画的说法 如果是飞速师的话 在领域内0.2秒的时间 就能够接收到大约半年份的情报 足以见得这招的强大 当然 五条屋的强大并不止于此 一些常见的招式 比如说黑闪 三大家族代代继承的独自的领域对策 如落花之情 当接触到对手发动的避重数十的瞬间 自动解放自身咒力 用于防御的对领域技法 简易领域由平安时代的卢乌真刚所创 一门相传的能在领域之中自保的弱者的领域 等等招式五条屋也会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是 很久以前就会了 只是没有使用而已 五条屋的体数和周力操作也非常强 周力几乎不会消耗 在面对四位强帝的情况下 为了不伤及普通人 仅仅依靠着基础的体数和周力操作 就将特级周林花玉的脚给拔了下来 还有一点 五条屋可以在同一天内多次使用领域 就连虎宝也在惊叹 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五条屋做不到的 五条屋的好友也说 他只有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才是最强大 因为其他人都会拖累他 虎仗也吐槽 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无所不能的天才 所以根本就不适合当老师 公式里的说法是 什么都会因此什么事情都不做 目的是为了锻炼新人 除此之外 五条屋在现实中还是个有钱人 作为五条家的一家之主 在动画的最后一集 随手丢出了一千万收买的民兵 让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成为一级术士 而且日常穿的衬衫的价格是25万日元 换算人民币港币什么的大概是1.25万左右 一件衬衫就这么贵 实数吓人 最夸张的还是买下福费会的时候 因为福费会有着长远家世代相穿的术士 持种银法术 所以福费会在小时候就以10亿的价格 被他爹卖给了长远家 后来五条屋找到了福费会 跟他说明了情况之后 福费会表示自己并不想去长远家 不想让自己的简洁受苦 随后五条屋露出了笑容 表示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之后的剧情虽然没有明说 但五条屋花费的代价只会比10亿更高 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顶级富豪了 自动防御超强输出 体数满分还有特异体质 在实力强大的同时 财力也强还是个大帅哥 教科书般的六根型战士 正如作者所说 就是想弄一个显而易见的天花般角色 以上便是五条屋的强大之处 最后用胡宝的前后反应作为结尾 在还没碰到五条屋之前 他是这么说的 我有速诺的八九根手指强 足够了 我去杀了五条屋 然后第二次准备与五条屋打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让我挡住五条屋一分钟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做得到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小伙伴 还记得点赞和三连一波 这期视频反显不错的话 会继续做一些咒诅回答中 其他角色的讲解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